1. 爱无恒爱无恒是一部由佟丽娅, 讲述林贤主演,关月,藤冠英,舒耀轩, 同大为连妹主演的古装浪漫传几句, 讲述了唐朝末年军雄并起, 五代世国战乱不断的大背景下, 同丽娅饰演的女主角沈连星和两江节都使唐孝成, 杨硕士之间的恩怨纠葛, 更融合了战争与流血, 误患与嫉妒, 爱情与幼情, 民族大义与儿女私情等直至内心的情节, 但这部剧早在2015年三月中旬就已经杀青了, 如今三年已经过去了, 却依旧没有定当的消息, 二,如果可以这样爱, 如果可以这样爱, 是一部,根据千寻千寻同名小书改编, 由佟大为, 刘诗诗, 宝建峰, 杨依同, 几花等人连妹主演的现代都事情版剧, 讲述了桀骜不幸的国际钢琴家耿末时, 佟大为是, 和四一洒脱的电台主播白考儿, 刘诗诗诗之间的爱恨情求, 看过片花的网友都知道, 刘诗诗在这部剧中剪辑演技炸裂, 佟大为也生在这是刘诗诗书到以来最好的表演, 但是这部投资剧打, 制作精良的剧长在2016年初就已经杀青, 却一直被胡男为是雪藏, 迟迟不能与观众见面, 三, 新月月弯刀, 新月月挖刀由张志尧, 杨雪, 柳妍, 唐国桥, 樊少皇, 梁佳仁等连妹主演, 讲述了张志尧饰演的男主角丁鹏, 失去剑谱并身败名列, 被狐女轻轻杨雪所救, 两人见声情愫, 卷入了魔教, 神剑山庄, 名闻状态之间闷争的故事, 据说, 张志尧是被古龙指质证小龙, 秦连饰演丁鹏一角, 而这部剧也是是柳妍参演的首部武侠题材电视剧, 但这部剧2012年就已经出品, 却知道现在没有电视台买这部剧, 可能是主演都不够大腕吧。 四, 暴风咒语, 暴风咒语由何涛指导, 张若云, 高阳主演, 该剧意东北地区从花奖叛逆的叫袁茂屯的村子为背景, 讲述了从1946年到1947年, 东北图改的故事, 该剧意小人物为中心, 意人性为核心元素, 以实现龙民的梦想为框架, 以感情冲突为内容, 在圆珠的基础上塑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照光镜形象, 这也是一只以帅戏建筑的张若云第一次出演农年, 不过这部剧2015年7月底就已经杀青, 却迟迟不能播出, 五、八青传八青传原名迎天下, 由发冰冰、高云祥、郭品超、 言语宽、 骂苏、张国立、 潘宁泽的领弦主演, 叫树了战国末期, 八十三姐妹在家道中落被贵族驱逐后, 八青发冰冰市, 意外卷入了咸阳宫政治漩涡中, 以若女子之身, 一步步走入大秦上层, 最终成就传奇人生的故事, 这部剧战容豪华, 投资更高达五亿, 原本是网友看好的爆款, 谁知是在即将播出之际, 骂苏、高云祥、 范冰冰等主演, 杰林陷入负面新闻, 而这部剧也因为扭曲历史, 被前粉实名举报, 风波不断, 前一段时间, 知名导演王俊玲爆料, 一个彻当的八青传, 彻底的不让播了, 五亿投资打了水漂, 这是彻底凉了的节奏啊, 最后,一上五部早已杀青, 却支持不能播出的电视剧, 最后一部已经彻底凉了,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鼓动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鼓动 给认评论区留言鼓动, 我会支持您, 感谢观看